《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每週精選 2013年11月10日 第一三六七期的《時代論壇》 串欄一線 陳記迅撰稿 題目是《血流不止的信仰破口》 還記得在80年代的中期 多倫多曾舉辦了一個名為《回到太平山下的劉鶴山講座》 當時其中一個家國華人教會所關心的議題 就是年輕信徒畢業回流香港之後 離開了這個溫暖又熟悉的信仰群體 受到多方面的衝擊 有人從此告別信仰 從此不再踏足教會 過去十年 家國華人教會逐漸走向兩文三語 而其中一個新的關注議題 就是堵塞從高中過渡至大尊階段的信仰破口 就以多倫多士為例 有不少高中畢業生選擇到多倫多士以外的大尊院校聖學 以至不少教會團契出現了後鳥現象 很多年輕人在秋冬學期都會漸漸成為團契的稀客 只有在暑假歸家的時候的季節 才會投入團契 大尊年代的千輩流離 令到眾多在中學時代曾經火熱的年輕人成為了信仰的獨行俠 當中也有不少選擇出走之路 面對上述兩個人生的拐點 正當教會在謀求對策之際 令一個信仰破口 卻正正地出現 去年 加拿大福金團契出版了一份《以血流不止的信仰》為主題的全國青少年事工調查 訪問了超過2000個年齡介乎18至34歲的家國青少年 調查發現 每三個自幼在教會長大的兒童裡面 自幼一位在青年時期依然留在教會 而過往在高中畢業之後才出現的流失現象 已經提前在小學過度至初中的關後出現 曾經入目者指出 隨著網絡遊戲的補給 越來越多初中年紀的少年人選擇獨自留在家裡 而拒絕在星期日跟父母上教會 面對三個截然不同的信仰破口 實在感到守護下一代的戰線 已經不再停留在中學以及大村的階段裡面 但是倘若小學階段的兒童事工 依舊停留在兒童托館的光景裡面 為了求吸引孩子留下 而用上各式各樣的方法去娛樂他們 這樣只是在浮沙上捉高台的圖畫 但願更多有心人站在破口防島 小孩教會領袖戰袋充滿福氣 並且讓導下一代成為大能勇士手中的磨良尼劍 參詩篇第127篇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打電話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